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彭啟明 這幾天我們台灣在這封面的前緣 封面前緣還有很強的西南風 這次西南風有比較乾一點 所以這個午後鎮雨 降雨量沒有像禮拜六那麼多 現在來看西半部還是有一些 因為符合海陸風的環流跟西南風合作為 有的時候早上到晚上的時候有短暫性的鎮雨 午後西北熱隊流會比較大一點點 海面風也比較大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這幾天要注意一下就是高雄農業咖良場說的 要留意木瓜疫病和碳區病 黑腐病還有河斑病等等的病害 還有一個就是香蕉 香蕉要做好開花膠蔬果 套袋還有膠原灌溉排水的工作來確保品質 這幾天你要看封面就是這裡啦 禮拜一禮拜二 台灣就是受到封面前院的影響 沒來喔 是在北邊盤踞喔 但套西南風 未來這幾天呢 會禮拜三禮拜四就是典型 太平洋高升過來的夏季天氣 然後週末呢可能又有一波會在接近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就在這個地方盤踞了喔 有沒有可能在六月中的時候影響到台灣 這個目前還要觀察一下下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呢 目前來看的話 梅雨季可能可以說是慢慢的要結束了啊 對台灣的天氣而言 所以台灣這幾天的天氣呢 大概就是很旺盛的天西南風 大致上呢 天氣是相對的比較穩定的喔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大致上呢 未來這幾天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降雨 就是典型午後雷震雨的降雨 所以禮拜一禮拜二要注意一下 北部呢可能比較不穩定 因為封面在北部這邊喔 然後這個宜蘭呢可能還是會比較大的雨 其他西半部呢應該是比較不容易下雨 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符合的降雨在 發生 這個都很小尺度型的喔 然後禮拜三禮拜四就是典型的午後震雨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以上是今天的農業跡象 我們明天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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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